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小胖哥 如果有在看我视频的朋友 麻烦点赞关注加转发 一键三年的朋友 可以免费执行我 任何问题 不收任何费用 小胖哥在招待里 前往都可以找得到 三菱小胖哥 京东入住 开食品的企业店铺 本来12月份 那个食品的 已经招商结束了 之前就是不少 有让我去问一下 有没有这个名额 那1月份 我还是去问了一下 招商小姐姐 招商小姐姐跟我讲了 就是还有少量的名额 就是只要正规了 电钱不要 那正规商家 有少部分名额 我就继续发推广 就是推广 老哥过来呢 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这个 京东入住 500的这个保证金 无平台使用费 像家计各户 清洁食品这些 这个是啥情况 你能跟我说一下吗 我说这个是企业店铺 只要交1000的保证金 这个是走渠道去申请的 那原来我们入住 京东那个保证金 不是要1到3万吗 那现在缴费 直接缴5000 那有一些 就是要交平台使用费 那食品就不要 直接就是保险 然后500开店 他说直接缴费500 这个是你们的一个服务费吗 我说不是的 这个是保证金 那您看我上面跟你说了 他说本来 我想问一下就是 我不是公司 是个人可以入住吗 我说个人个体 这个小店都是可以 前三个月 也不要保证金 他说那我帮你 就是你帮我看一下 他发了一个合作社的一个执照给我 要开支补类幕跟土特产类幕 我说支补类幕跟土特产 他们一个是支补 一个是食品 不在一个频道 他说土特产也要 两个都一起要 我说企业店铺暂时只能一个 土特产不一样的类幕 在食品下面 他说那我这个卖土特产可以吗 京东后期好像没有什么平台费用 我说肯定可以卖土特产 后期保证金都不收服务费 改收服务费了 他说那这个品牌这种怎么弄 发了一个图片给我 他说他是打算卖这个什么 凌资产品 开了可以直接卖吗 我说食品的这一套资料 我们这边是有 但是印银我不太懂 我只负责帮你把店铺给下下来 那之后你要干什么 我就不管你了 入住京东 开食品的企业店铺 一般正常的话 不管是食品 小店或者说个人店铺 企业店铺 他都需要食品的安全席可证 这是平台要求 就是个人的 个人的无非是 如果你是开品牌的话 可能不需要 但是在开店的过程中 他还有一方面 他需要你这个厂家的 一系列加工资料 家通委托协议 类似于我们的QS一样 就是厂家要有生产的执照 或者说你自己的商标 委托给厂家去生产 有了这些资料 你才能去开食品的企业店铺 或者说个人的 个体的一个小店 那之前京东企业食品店铺呢 特价的店铺一开始招商 分分钟就没有了 那后面又有 应该是有部分没有缴费 或者说 怎么回事 但是他们现在不要电群的 这个商家 招商小姐姐说不要电群 只要正规店铺 那如果说你们刚好是正规商家 有需要想搞这个福利 可以联系我 这个是食品的企业京东特价店铺 没有对外招商的 只是内部去问才会有 那只要你是做食品的 只要你想开这个企业特价店铺 如果说你资料齐钱 我们可以搞 资料不齐钱 我们也可以搞 我这边有资料 就是从生产的 执照到入住的执照 跟食品到厂家的一系列 一套资料 我们都有 都是可以提供的 那入住的时候 你只要交一个500的 一个保证金 不用交年费 小店目前的话前三个月 不是品牌的话 无需任何的一个 保证金平台使用费 看你们要使用哪种 那正常的话 我是建议入住企业店铺 这样的话 扶持会稍微的好一点点